8月16日中午12點30分 知名狗仔董瓜瓜爆打瓜 陳坤疑似又由倆小兒子曝光 陳坤帶兩三歲小男孩逛商場 還一起拍全家服 陳坤身穿襯衫 緊握孩子小手 給孩子一路拍照 竟嫌鐵漢柔情 消息一出 網友瞬間炸鍋 陳坤在這之前就有一個私生子 現在又來兩個 然而網友還沒激動一會 事情又迎來了大反轉 陳坤出道到現在一直沒有什麼緋聞 幾十年兢兢兢兢 憑藉著自己出色的演技 在娛樂圈中有著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從來不屑於用炒作來抬高自己的名氣 使娛樂圈少有的清流 唯一一次的緋聞還是關於陳坤的私生子事件 雖然陳坤大大方方地承認孩子就是他的 但至於孩子的生母是誰 至今都是一個謎團 陳坤這樣描述過兒子陳尊佑的到來 九年前 他來到這個世界 我還沒準備好 在我重慶家裡 當我媽媽抱著那個小肉妥妥的東西 在我面前晃的時候 我的腦子是蒙的 空的 其實從這句話中不難看出 陳佑尊從小就跟著陳坤生活 而那個時候的陳坤也剛畢業兩年 事業正處於起步階段 時間來到2008年 當時陳坤的人氣可以稱得上是頂流 但是數大招風 名氣越大 記者的關注度就越高 陳坤被爆出有一個私生子 陳坤不愧是真男人 敢作敢當 在第一時間承認了兒子陳尊佑的身份 也從那之後 陳坤再也沒有躲躲藏藏 大大方方地帶著兒子出去玩 經常曬出父子倆的合照 陳坤對兒子可以說是百般宠愛 因為怕娛樂圈的輿論影響兒子的心理健康 便把兒子送到國外讀書 但只要一有時間就會陪兒子 跟兒子的相處模式更像是兩個好兄弟一樣 在陳佑尊18歲生日時 不僅邀請了陳佑尊的同學 還邀請了很多明星好友 參加兒子的成人禮 給足了陳佑尊的面子 但就是如此低調的陳坤 這幾天可謂是站在輿論的中心 各種緋聞層出不窮 這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陳坤單身了這麼多年 獨自照顧孩子 現在大家對他最關心的不是作品 而是他的感情生活 即日 據知情媒體爆料 陳坤已經和30年的好友周迅秘密在西藏結婚 此消息已經爆出 便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 做了30年的朋友 友情終於變成了愛情 也不失為一段佳話 作為多年相互扶持的老友 一起在劇院學習 又一起參演了多部作品《妥妥的小說橋段》 隨著媒體爆料 大家越發好奇他們是否真的走到了一起 更多的網友是覺得 周迅和陳坤是狼彩女貌 走到一起是必然結果 表示祝福 再加上 陳坤連續為周迅慶生13年 更加佐證了他們不僅僅是普通朋友 或許真的是夫妻關係 今年來 陳坤和周迅其實不止一次被拍到親密照片 但因為都知道他們是死黨 媒體就沒有過多的宣傳 現在 再把這些細節整合起來就耐人尋味了 一起從機場出來 戴著同款手錶 還有一張疑似婚禮的照片被找了出來 也許周迅和陳坤就是藉著網友的信任 給所有人表演了一場燈下黑的好戲 還沒等周迅和陳坤做出回應 今天中午 陳坤又一次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陳坤有一對雙胞胎私生子 再次被衝上了熱搜 起因是董瓜瓜爆料娛樂圈又有私生子 雖然足夠勁爆 但沒有人會想到陳坤 吃瓜群眾還在嗑著陳坤和周迅的CP 哪裡會想到董瓜瓜說的私生子會是陳坤的 但是 把這兩件事一結合 就會發現一個不得了的結論 周迅和陳坤隱婚 並生下兩個雙胞胎兒子 周迅和陳坤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這樣瞞著好友好嗎 但是馬上大型打領現場就來 把這些狗仔的臉打得是啪啪作響 眼看網上輿論不斷 陳坤本人及時做出回應 跟周迅是死黨 沒結婚 以及家裡親戚多 孩子也多 但兒子我只有一個 陳坤恐怕自己也想不到 這幾天鬧得是轟轟烈烈的雙胞胎私生子事件 竟然與自己有關 吃瓜吃到了自己身上 面對陳坤的闢謠 網友們也時紛紛的調侃起來陳坤 雖然陳坤已經出來闢謠 網友也吃瓜吃得很開心 但是 也不得不說 現在的狗仔也太沒有職業精神了 遠不及他們的前輩著尾爆料的靠譜 狗仔董瓜瓜這次在陳坤身上下足了功夫 也吊足了網友的胃口 提前兩天說要爆料 甚至找了同行一起在評論區裡面演雙簧 給網友虎得一愣一愣的 紛紛猜測是哪個明星 第二天又開始暗示是暑期古裝劇男主 企圖蹭長相思的熱度 就在網友擔心長相思要塌方時 最終爆料出三張莫名其妙的照片點名陳坤 就憑藉三張陳坤和小孩子互動的照片 就像坐實陳坤有私生子 是不是太過草率了 即使是狗仔也不能做得這麼無良 不把網友放在眼裡 一切爆料全憑意想 基本的職業道德都沒有 做狗仔都不合格 結局還是舒服的 被陳坤本人站出來打臉 如果陳坤晚點闢謠 不知道董瓜瓜又要整什麼幺蛾子 還有一位躺腔明星 是影帝梁朝偉 梁朝偉最近正巧被負面消息纏身 被台媒報導出軌女星成肖 每個月梁朝偉都要去日本理髮 其實是要去日本看望成肖和兒子 成肖第一時間出來闢謠 而梁朝偉的夫人劉嘉玲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應著不時消息 劉嘉玲當天晚上曬出自己和朋友聚會的照片 而照片裡梁朝偉也在 梁朝偉雖然是影帝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是一個特別受恐的人 跟劉嘉玲一起出去 每次遇到不熟的人都是劉嘉玲幫忙說話 並不是因為梁朝偉高冷 只是因為他怕說錯話而已 就這樣一個老實可愛的影帝 你說他出軌網友還真不信 如果是真的 以劉嘉玲的暴脾氣根本不會包容梁朝偉 肯定轉身就走了 所以這件事恐怕也是子虛烏有 除了梁朝偉和迪丽热巴 呼聲最高的還是前段時間剛塌方的蔡徐坤 他在評論區被點名 完全是網友的玩耿行為 他早在微博承認自己確實交往過一個男女孩子 但不存在強迫關係 而且現在那個孩子已經被打掉了 所以不可能是蔡徐坤的瓜 除非蔡徐坤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 其實 娛樂圈的私生子遠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很多 耳熟能詳的張博之 張鐵琳 王子文 華晨宇 譚永林他們都是有隱形娃的 這些一線明星如此 更何況還沒有被爆出來的小明星呢 明星雖然是公眾人物 但是也有屬於自己的隱私 娛樂記者不能因為意識流量 就瞎兵爛造 如果有證據 就請拿出來 網友還是要理性吃瓜 在沒有實際的證據時 圖一時開心就好 不要被狗仔牽著鼻子走 這些畢竟是明星的私生活 我們還是不要過於操心了 也希望這些明星能帶給我們更好的作品 作品才是娛樂圈能夠站穩腳跟的必殺技 而不是緋聞炒作